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政这个节目 昨天播出了7月1日 去到这个赴汤的地方 就是它举办的一个活动 基本上悼念追思有关于在2019-2020年期间 为这个反送中而世世的情况 很多关于香港在7172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这次就skip了 因为很多都看有关的新闻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需要我们帮到保身的给大家听 但是我希望趁着我有限的时间 今晚能够做两节 两节都是讲关于美国的总统的大选的问题 尤其是电视变量之后的余波 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这个特朗普的判决 特朗普 vs. the United States 关于什么呢? 它有没有总统的豁免权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问题我留待第二节 和大家详细分析 因为里面有一些法律概念 和大家说明一下 我这一节就讲一讲 关于在这个辩论会之后出现的余波 和节目一下7月究竟发生什么事 先讲7月发生什么事 大家知道呢 今天已经去到我录节目的时候 已经7月2号了 提醒大家呢 今个礼拜的桑海神州 会在礼拜六播出 我礼拜五去录 然后礼拜五去播出 而礼拜六去播出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和理解 我今天比较重点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7月有些什么的update 很多的事发生了 7月4号英国大选 香港人是不是关键的小数 工党是否如愿能够成为最大多数党 自由民主党 这个小数党 会不会因为香港人参加增加到议席 保守党整个选票的华乐有多少 我们都要密切观察 希望每一位香港人都本着大家良知的投票 保英换港抗中共 7月7号呢 就是法国的第二轮选举了 因为第一轮选中 法国就是国民联盟 就是右翼的政党 我不喜欢用极右翼的极字 右翼的政党是国民联盟 是大胜的 Mahina Pong就是他精神领袖 大家知道他领导的国民联盟 和后来他的精神成为精神领袖的国民联盟 已经没有那种所谓排析歧视的问题 也没有这种问题 奉行一个自由经济的路线 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欧洲议会 法国的选举 看到中间派的 马克龙的政党 马克龙的政党失离 他自己觉得 不行 我自己有信心 怎知重渡希拉克的覆车 他解散了国会之后 重选 怎知呢 原来他拿不到第一 第二名 只有一个耿颗衣 第二名是一个左派政党佔 这就惨了 换言之 今时今日 第一论投票 在6月30日 投票结果就是第一名 是右派的国民联盟 第二名就是左派的政党 第三名才轮到马克龙 他很想和左派能够合流 现在很多的左派有很多的放火各方面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都好 民主的制度不可以透过暴力解决 香港我们要在街上冲 在街上有很多的荣武行动 是因为我们无法在制度里面获得解决 法国会有第二轮投票 就是说 得票多个12.5%的所有的候选人再选一次 这一次的选举会不会依然是国民联盟领先呢 极有可能 我们看看他的情况 就是 在7月7日 应该是7月4日 法国7月7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 具足轻重 涉及到 马克龙可不可以和其他左派政党合作联盟 变成一个弱势政府 他依然可以成为总统 坐在他后面两三年 但问题就是说 他要和左派的政党分享权力 这个机会我认为比较高些 至于说 右派的国民联盟 他虽然冲第一 但这个就是奠基 到2027 分分钟呢 就是由国民联盟推出他的领袖 去选法国的总统的 所以他目的未必 在这一次国会大选里面 虽然他第一代是大党的多数 但二三加上票数 可以组成一个新的联盟的情况下 他未必佔优势 但这个铺路是2027年总统的大选 非常重要 那么就拭目以待了 另外还有大事包括了 15至18号居行的三中全会 中共三中全会 我们都之前说过 其实看点从来不是经济 可能涉及到一些经济里面 当然有不同的论述 有些人是想打猛虑 有些人是想辞少少 但他这些开会不是讨论的问题 三中全会并不是讨论的会议 而是习近平已经拍板定案 在一个地方宣指的会议 那重点当然未必是经济 重点可能在彭丽媛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另外就是月底 巴黎奥运会开幕 一直到下个月就是8月的 那这个都会成为一个盛事 所以英国大选 法国大选 中共三中全会 和8月 即7月尾到8月的 这个夏季奥运会 每四年一度 就是这个巴黎奥运 相当触目 那我希望这些东西 就会成为大家的新闻的焦点 那我都会集中选一些 对大家有兴趣的部分 和大家说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个节目 多点来看一下 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关于究竟在这个选举之后 发生了些什么事 即不是选举 在辩论会之后 两个人侵侵拜登 两个老人家的辩论会之后 发生了些什么事 发生了个事 可以简单地说 就是说很多的雜誌 已经开始对于拜登说不 那很多人都会说 是不是民主党 特意在马里兰的大卫营 用集中训练拜登 不让他时间休息 现在炒掉了那个 帮拜登训练的人 一切错都是你 没有给时间可以休息 用这个方式来说拜登 说真的 谁需要负责 就是拜登 这些人 难道你要将那些幕僚 要炒掉他 就等于你没错吗 对不对 你上去表演 这90分钟是你的 夫人上去 Jill Biden上去扶你 下来 捕你不稳 是你的表现 那跟那个幕僚 有什么的关系呢 It's all Biden's fault Let's go Brandon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了 现在看回 不知纽约时报 阿特兰大宪政报 都继续说 拜登你不要做了 显示了一种左风 就是民主党里面 吹起的一个极左风气 就希望搞乱这种东西 希望为一个新人取代拜登 其实这个背后 显示着什么呢 中共急了 止了 就好像陈玉珍说 急了 那中共都急了 急了 急了什么呢 喂 我要杰制侵侵 那我现在找个拜登出来 赢到他 换人 换人 换人都有机会 不换 机会都没有 是吧 最新的民意调查 显示什么呢 真不得了 这个就是震撼的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辩论会之后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攻准率 封侵以47%支持率 领先拜登41% 高达六百分点 开始远远领先 我不可以掉以轻心 但这个47对41 根據國會山莊報則的Hill 這是左派的大本營 哈佛大學的美國政治研究中心 與哈瑞斯哈瑞斯 哈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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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議調查 最新的文調顯示 有72%的受訪者 表示他們已經決定投票人數 另外只有28%的人仍在考慮中 在支持率方面 兩人對決之下 川普是以47%的支持率 領先拜登的41% 拜登競選團隊正在試圖挽救 上個星期總統辯論後造成的傷害 外界普遍認為拜登的表現不佳 在回答主持人的問題時不時結包 難以就政策問題做出明確的陳述 這個調查是在6月28日至30日展開的 是對2,090名登記選民做調查 是剛剛說的兩個組織合作的計劃 這個調查由哈瑞斯小組抽取的線網上的樣本 並經過加權分析以分析以分析以分析的人口統計 作為具有代表性的網上的樣本 他不報告信賴區間是多少 這個基本上已經說了speak something 我可以這樣說 他直接連加權都做了 加權重都做了 跟著也不報信賴區間 而這個向來左派的這個偏袒民主黨的這份調查 其實已經輕手對拜登了 我相信現在的差距是遠遠 不是遠遠的 是略略至遠遠超過6%的差距 那個delta的difference 是差距超過6%的機會極大 在這個情況下很多雜誌都開始出聲 Time時代雜誌左派的大翻譯 中共滲透的大翻譯 6月29日在社群媒的X平台發佈預定8月5日出版的雜誌封面 這個預定下個月5日出版的雜誌封面 那個雜誌封面最最後是拜登在一角度 就是好像申請外制一樣離開 最後他寫上一個英文字PANIC OK 拜登走出紅色背景 旁邊寫著恐慌PANIC就是恐慌這兩個字 PANIC是一個字 就是中文是恐慌兩個字 情勢不妙 民主黨人對於拜登的表現 以及未來的恐慌 OK 連拜登最親密的盟友都私下承認這場災難 Catastrophe 內文提到81歲的拜登看起來好像一位高齡的祖父 Grandpa 他在辯論時候聲音微弱而且結結巴巴 講著大家難以理解的論點 我真的都理解不到 蓁蓁發動一次又一次的言語攻擊的时候 李議員經常張著嘴眼神忘嫌 加了作為恐慌的詞 含老太隆中的拜登 本身全是勇氣的 拜登和蓁蓁嵌一場勢軍力敵的競爭 拜登追求連任之路 臨在民主黨困難中突然變造跑立 sabe 這是怕恐慌的事後 但我們大概玩恐慌了四幸 这件事当然是可笑的,美国人透过民主制度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领袖 这件事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都会说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开始磨拳拆掌 英国的《卫报》报道,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周的辩论中表现不尽人意之后 民主党里面出现了对他的竞选能力的担忧 尽管公开表示支持,但多位州长被认为正在位前在的替补角色做准备 个个人都说,我不会选的,不要说我不会选,我会支持你的,你行的,拜登加油 其实心里面就在这里想选 当然,你说是否奥巴马的夫人呢,这个真是开玩笑 她是后面那个床镜人怎么出来选呢? Bichelle Obama基本上没什么可能 床镜人,三层政府,华尔街集团,怎么会抛头露面 找些楼罗出来选呢?拜登是一个楼罗,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 是Kermit Harris也是一个楼罗,他是极左派的一个门面 后面当然也有人操盘,this is politics 你不要以为我白痴才行,大家不要假扮白痴 基本上所有政治后面都有牵线人和操盘人 真正最大权力的人不是总统,是后面真的操纵总统的人 大家清楚这个就是现实世界的政治 在这个前提之下,有几个人是备受触目的 加州州长说过了,不是阿洛舒华森尼加以前 是Gavin Newsom,扭心,不是扭心的,很扭心 扭心,和这个Maryland馬里兰州的州长摩尔 Westmore 他在这两个人座内几乎被视为民主党下一代领袖的州长都公开表示参拜登 起码今次选不到,下次都有机会 或者今次留一留力,看人家选不到,下次扔下来 什么盘算都有 所以加州州长Nielsen,马里兰、兰州州长摩尔 都是有这样的磨刀霍霍,但不劳性式的迹长 大家都在看,拜登现在脆弱的民意调查数字 47比41,相差6个百分点 未来两个星期,捐款人支持是否会下滑 目前,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个大引擎 克林顿包括了他的太太希拉莉 和奥巴马两个都是后面一大堆金主跟着他的 这两个人继续支持拜登,而后面这群金主继续跟风 但看多两个星期,后面这些金主是否会继续支持拜登呢 就是大问题了,那现在就很多 为什么纽约时报,为什么TIME在做各方面 说,哎呀,惨了,输六个,很惨惨 拜登做得很差,其实就是在潑这群金主 能够支持他们属意的候选人 而现在肯定很多人向着这些州长做工作 但这个诡异的地方呢,就是究竟拜登会不会受影响了 我就认为你看回克林顿,就是Hillary 和奥巴马,Michelle Obama,他本身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大改变,依然继续支持拜登 甚至你看到这个Jill Biden,拜登的太太,Hunter Biden,他的这个儿子 继续支持拜登下去的话,你会看到变化机会不大 而我认为这个机会最大,就是拜登是不退选的 因为你退选你没有继续 process,因为民主党已经唯一提名料理 现在要到底去到几个月前重新来 即是说你要自己退选 然后由这个8月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在那个会里选出领袖,基本上很荒谬 谁当选都会觉得,哇你没有搞错啊,你是不是最后杀出一个程咬金 你赢得到吗?是吧?就是会有这样的质疑 而选民很厌恶这种做法 所以这帮Nielsen和Moore,当然枪打出头鸟 现在没有真正的表态之前,先不说 自己上选,当然上选,但不会表态 我要支持Trump,就这么说了 万一始终都是Trump,我有功劳,没有叛变 Loyal to you,如果你只是坏了,那我出来选都不迟 所以这帮人是这样的盘选一件事 一位民主党州长去美国政治新闻网集Political透露 党内州长们目前焦雷不安,如坐针尖 尽管Nielsen在6月27日那场灾难性的辩论之后 立即为拜登辩护,表示他永远不会背弃拜登 但他同时表示已经准备好挺身而出 即是说一定是永不翻案 但接着我们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即是任何你说的 这些事情是政治人物的事情 不要take it too seriously 态度非常曖昧 什么叫做永不背叛拜登又会挺身而出 永不背叛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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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里呢?Nielsen 所以好笑 尽管尚未出现全国级别的民主党民选官员 响应要求拜登退出竞选的灰声 但民主党内部人士承认 台面下的活动和公开支持的表提截然不同 淨水深流的很多 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 Jeremy Raskin公开表示 拜登的辩论出现了很大问题 直言不毁 承认党内各阶层正在坦诚严肃严谨的对话 即是基本上 开始看下要不要换仗 如果要换仗 都一定要拜登肯退选 那拜登会不会退选 就视乎他的金主肯不肯转移支持其他人 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的副主席RT Rebic 就在6月30日上周发布Facebook的帖文化 公开呼吁推动民主党领袖 让拜登退出竞选 我更加讲得很清楚 他说 我们的民选官员在公开场合保持惊人的沉默 尤其考虑到他们中有多少人私下承认 必须采取行动 他们害怕政治报复 但他们更害怕的是 如果我们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做 他们知道需要做的事而输了这场选举 历史的审判将会像针板一样 整个铁刀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墨西根州的州长Gretchen Whitmer 魏美贵 他的立场体现了公开支持和私下活动之间的矛盾 就是民主党11月赢得大选 保住白宫的七大关键摇摆州的其中之一 以 Nevada Arizona Giorgio 美切根 Wisconsin Minnesota 我再加一个 virginia 这七个州 现在非常叮咛碼頭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要特朗普赢到四个州 铁定当算 47对41是普选票 美国不是计普选票 而如果计选举人票的话 根据民意调查分析 在这些州份里面 特朗普起码现在赢紧五个 另外两个是toss up的 基本上是50-50的情况 谁赢的全拿的 我当那两个州输给拜登 特朗普赢赢 除非你做票 我不会轻视 这个rate election的可能性 因为美国的选择制度 太落后了 而且有很多猫腻 和可以被操作的空间 是不是有操作过 你自己想 但我认为很多的怀疑 至今未出 我再说一次 拜登曲线 邮递投票 no photo ID 这些东西 无论你这个选举 是不是真的有造票 是不是有rate election 这个选举 没有办法使得 别人信服 除非这个选举制度 真的有真正的改善 谁当选 我都是这样说 所以这个制度 一定要之后补偿 未来 特朗普最多做四年 他不可以再四年再四年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八年 他做了四年再前 所以特朗普只做这四年 四年之后会是谁做呢 我希望到时候 整个选举制度 由联邦到各州层面 都有非常大的改善 这个是相当恩赐的期盼 除此之外 我们也知道更加爆出一个惊爆的新闻 白宫内部竟然有消息人士披露出来 就是CNN的记者 这个Carl Bernstein 白欣斯坦接受CNN主播 Anderson Cooper的访问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匿名的多位 不是一个是 多位匿名的 Anonymous的白宫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过去一年半 就是18个月里面 多次出现认知衰退的迹象 尤其是过去6个月里面的情况 尤为严重 拜登 有病就要提医生 不是出来选总统 18个月里面 恶化着认知衰退 最近6个月尤为严重 这个透露了这些近距离 来观察拜登的人的担忧 在过去一年半 15-20个场合当中 拜登总统的表现 类似于上个礼拜 总统辩论中的恐怖场景 一样 Bernstein 就是Carl Bernstein 就说 这些人 里面有些是拜登总统的亲密盟友 他们一直支持并血爱他 甚至有些人是为他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坚信 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拜登 并非一次性的现象 也过去一年半里面出现过多次类似的情况 重要的是 这些消息的来源 以及总统周围有几多人知道这些情况 包括一些目击过这些事件的记者 所以这帮左派媒体的记者 无论CNN、BBC、CNBC、ABC 他们这帮人是否真是清心直说 说真话行公义呢 你的总统拜登出现认知衰退的情况 在任何的民主自由国家都会将它补出来 以前的美国有水门事件 对付共和党的尼克逊 有爆出这个劳温斯基事件 对付着民主党的克林顿 这些专门是记者爬睡的 是不分党派的 是讲真相的 如果你在搞MeToo性侵 搞职权的性暴力行为 或者做一些 原来你在搞一些舞弊的情况 做假的情况 偷听的情况 这些全部都将它拱上来 讲到今日没有任何证据指清侵侵有贪污 没有任何证据指清侵侵有所说的这些所谓的控罪之外 其他的犯罪行为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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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通俄门 最后都说No collusion 是吧 这件事很清楚 还在这个地方做文章的 基本上是Hunter Biden 不是只是说他隐瞒自己的一些记录 而去买枪的问题 这些事算小事 是怎样跟China Manchurian Candidate 这些是很有关系 没有讲到 高高 轻轻举起 亦都重重放下 根本上你都没有高高举起过 所以我想这些事大家很清楚 这些媒体偏大是什么呢 当Trump很积极这样 好时常行常做记者会 有问必答 你们这些记者 不会多谢的 当Trump Trump吵吵骂你的时候 跟着他骂你是有原因 因为你根本上想鞋下去玩鬼 而这件事玩鬼是baseless的 Trump跟你在那里对策 你就说他打压新闻自由 如果Trump就是一个Hitler Trump是一个Mussolili Trump是一个Xi Jinping 你们本身全部都没命啦 如果你说Trump在破坏民主自由体制 请问哪一件事呢 你说他犯法 你说他四个控罪 你四个控罪就是你四个控罪 破坏民主自由体制 那么他说第一个控罪 是他选前的事 不是他任内的事 你不要屈就屈 而且选前的事 本身我觉得很多东西很有疑问 看未来很快 几日之后就会有判刑的情况 看他判什么刑 这些刑不会是Jail 很多熟悉美国的纽约法律的人都知道 不会是Jail 他会判什么呢 应该是罚钱机会很大 或者家居的custody 是其中一件事 而这件事不会 或者是社会服务令 三个可能性 但我不会成为Jail 这是President影响的 OK 好了 你说Trump真的在 这件事之外其他三个案件 我会认为 现在那三个案件 有一个关于Georgia的地方 已经轻轻放下了 因为有待更多的举证 基本上大选前不会举行的了 另外两个案件 涉及到 1月6号 国会山庄案件 和Mar-a-Lago 即所谓的一些 带走那些机密的档案的问题 我想这两个案件 分分钟都很可能 受到这个 我第二节 即下一节会讲到 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Trump vs United States 这个判决 关于总统豁免权的一种影响 而我认为 两个 第一 我觉得Trump都会胜诉 有些地方可能 现状未确定 有部分已经确定 是一定Trump胜诉的 但有部分的事实 有待下级法院 因为要发还下级法院审判 有待他们判决之后 逐级再上诉再看 但怎样都好 这件事会拖一段时间 第二件事就是 Trump成为了总统之后 他可以任命各级部长 各级部长 任命他们的检察总长 而这些地方里面 可能整件事是翻盘的 控方开始不出力 整件事是翻盘的 接着来 你说在大选前 能够整到Trump 机会不大 我想整三大案 四大案 其实唯一是最高法院判决前 那个所谓的 34条控罪的所谓的 Hush Money案件 其实和Hush Money完全没有关系 不是掩口废的问题 而是灯灾不实的问题 被你视为一种诈骗 这件事的话 就是要罚钱 这个还可以全案上诉 OK 这个情况我们看回 会不会真的不上诉 我觉得不会全案上诉 所以Trump都不会服刑的 会继续搞下去的 所以我想这件事 你会看到 这样用司法做武器 去对付一个前总统 是史无前例 而且是不是正确呢 把他冻成一个民主自由的罪人 请问他哪个地方 是破坏着美国的民主体制 哪个地方破坏着美国的自由呢 他怎么样破坏着美国的人权呢 法治呢 那你说给我知道 怎么破坏了 OK 就是Trump如何破坏到这些事 你要讲出一个原因 你要审判的案件 都告诉你 总统有刑事豁免权 You're like it or not like it 6比3判决了这样的情况 你说 难道这个就是违宪的 我们下一节再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不是的 他没有违宪 是合宪的 但你们为什么这帮人 为什么不可以用同一个标准 看回拜登呢 你同一个标准而已 他这个人 18个月形致衰退 最后6个月情况更严重 恐怖场景是他身边人透露出来 现在先报为什么 逼供的嘛 这帮左派媒体想逼供拜登 不想他选 找另一些人出来选 this is the motive behind it OK 这些匿名人士指出 特别过去6个月 拜登的认知衰退 和体力不知的情况显著增加 Bernstein就说到拜登对最高法院 针对侵侵案件的裁决时回应 今天我们看到的拜登总统是他最好的状态 但那些支持他 热爱他 经常见到他的人就表示 在过去6个月 他的认知能力明显衰退 各位 此言都有与病的 这一段是录好了的 OK 即是说拜登可以录很多次 录到最正的一次才播出来 特朗普是不是这样做事呢 OK 即是我这件事是基本的原则 其实不会说拜登的表现最好 你60几万次都可以 一take 1 take 2 take 3 take 2 一爆都可以 你今天去做presidential debate 即场live 90分钟 而且你还要求两次广告给你休息 OK 已经算好给你面子了 给到面子了 但今时今日你看看 90分钟站不下去 那你说你病 你说幕僚不行 你fire了那个幕僚长 whatever sorry is too bad 我觉得这个非常unfair to那些人 消息人士透露 过去一年他们多次向拜登的亲密盟友 例如前白宫幕僚长Ron Klain 提出警告 说总统在这场合会失去思路 无法再找回来 即是基本上会断片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描述了一年前 在纽约公园大道的四季餐厅 Four Seasons 举行的一次筹款活动 这是重要的 Four Seasons 一年前纽约公园大道做的活动 当时拜登在港台上突然变得僵硬 需要搬来一张椅子去完成活动的 Bernstein指出这些人一直在说 虽然他有时表现得很好 但也有这些难以解释的时刻 这个令我们非常贪忧 Ron Klain和他总统家人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但每次他们提起都会被推翻转头 不说 总之不说不说 没事没事没事 你以为这样可以闻过是非吗 尽管消息人士坚称拜登在白公安国家安全会议上 表现得很敏锐 但白日斯坦暗示 这个国家面对的是两种面貌的相同一个人 他表示这个的确需要深入探讨 我说过很多的主要民主党人都相信这一点 尽管有些人公开声明相反 但这个问题不会消失 对于这些报道 白公和拜登竞选团队 尚未立即回应置评要求 也都不说 拜登的辩论中的表现是非常令人失望 刚刚讲过New York Times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之前 也讲过Time的事情 时代杂志 但前总统Barrick Obama 等民主党的大佬仍然在撑拜登 奥巴马声明中就这么说 糟糕的辩论之夜会发生 我深有体会 但这次选举是在选择一位 一生为普通民众奋斗的人 和只关心自己的人之间做对决 这个基本上是完全抹黑和标签 二分法欺此共产党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拜登是一生为普通民众奋斗 川普就只关心自己 就是这种奥巴马这种二分法 就是欺此共产党的想法 我不是川普的粉丝 我不会拜偶像 川普都有很多他自己的问题 我再讲一次川普的问题是什么 Kushner 对于马云的态度 他对于一些竞争者的态度 比如说Desantis 比如Niki Haley 不需要那么狠的 但是他整个保守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 观念秩序 对于Close the border 对于Stop the inflation 对于Green New Deal的一种追击 尤其由Michelle Foucault 一直到现在这些西方左派 三支箭 环保 种族 和性别 做取代阶级 成为斗争工具的一种杠杆 这些东西完全在Mark Levin 那本书里写得很清楚 这些问题 川普看得很清楚 美国正在因为左派的影响 步向衰落 无法坚持原有 基于law and order 基于法治以下的秩序 这件事 为什么川普能够得到 广大的基督徒的支持 是有原因的 你看 你经常说 那些什么中南部的州 是满脚牛市 只得那些纽约 和加州的人是超人一样 其实错 哪个人是给钱 和主流媒体一页帐目 哪个人是真真正正 奉行一个基本的一些立国精神 我是相当清楚的 拜登做不到 川普做到 不代表川普是成人 川普都要受监督和批评 拜登当然他做总统 都要受监督批评 当有些人支持拜登 就说我这些人 那些人是法西斯 纳水 读法来读史片的 之类的 我只是说 你们用这样的态度来说话的人 本身都是一个 Nabeling 你不是理性地讨论一个问题 我和你逐个 他们的观念 去摆出来看 你会否觉得到 拜登和川普的重大分别 在哪个地方 对于所谓的能源的开发的问题 对于所谓的 现在所谓的 就是用这个 critical race theory的教育 就是这个问题 鼓励大家 小时候 六七岁 可以决定自己 变性与否 而家长阻止 就要立即 stop 拉这个家长 甚至你要讲那些 所谓的 支持巴勒斯坦的东西 大幅鼓励 如果你们这么喜欢 支持巴勒斯坦的女权分子 你知道巴勒斯坦 哈马斯 是多么型 无论是West Bank 还是加萨 都基本上是 不会尊重女权的 你有种的你就去 帮他们手 帮他们手 最后你得到什么结果 你不要问我 你都想到 所以我就说 有很多人 根本上是口是心非 说一套做一套 但我认为 侵侵有好处 起码他没有 说一套做一套 他不是圣人 但他起码 是我给他几高分 近代有很多政治人物 敢于对抗 深层政府 敢于对抗 这个华尔街集团 敢于 去做一些 众人以为 不对的东西 而事实上是 客观上对的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 他是做得到很好 是这一点我支持他 当年香港 如果没有川普和习近平说 不要出当解放军 我前几段看手机 2019年7月1号左右 五年前的今天 那么少时间 很多人拍到片 在一大堆的解放军车出动 当时几个不同的 在中大附近的道路 是布满了很多军车的出动 就是调兵 而哪个stop 这个所谓crackyard 就是侵侵 721的转折 大家没有人去明白 大家都知道 721就是黑白两道 就是警黑合作 这个事实 无可否认 但是背后就是共产党 是在杀车 你说警黑合作杀车 是杀车之后 做这一棵事 他用转的方法来搞散香港 谁知搞不散 11月照着八成半议植 给香港人拿到 区议会选举 但是7月1号至7月2日之间 是一个关键事件 只想看回当年的片段 他星期已夸 face 他叫做截截篇 你不要送ei 초� ноч truck 没有说 NTD 说你不要怪 promised from documents thinkers 代替香港警察 不可以派你的troops,你的人,来香港,否则怎样?炸你北京 今时今日,他对台湾说,如果你攻击台湾,你攻击台北,我们攻击北京,谢谢,我们攻击大家 FIRE AND FURY,当时他说FIRE AND FURY,我在自由瓦洲电流做过时,很多人可以翻译这个给我听 FIRE AND FURY,是什么意思?Nuclear War,核战,你敢去打香港,我和你打核战 所以习近平很生气,不删不了香港人,就出动很多其他方式来做 所以这个已经弱化,共产党后来对付香港,尤其7月1日到11月之间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种弱化版本的镇压,原先是打算大屠杀的 谁打算是他,否则我不会在这里做节目 你们很多当时在香港的,不会在听我这个节目 然后你说,我吹水而已 我想去到某个时间,很多机密档案公开的时候,你就听我是不是吹水了 我一定有所本,我跟你说这些说法 为什么那些人还这么左交呢?我真的很不明白 你左交不要紧要,不要因章仇报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原则 所以我是一感恩 二是我觉得你可以批评Trump,我也觉得欢迎大家去批评Trump很多东西 那你就留给司法判决,因为道德问题 你不是美国人的说来的多余 你是美国人的话,你就不要投他票 没有人要逼你投他票 你认为他是法律问题,你就告他 现在告了四样东西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说是这样 然后你就批评联邦最高法院 你没有法治 Everyone is below the law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下一次和大家分析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联邦最高法院的苦心在哪里 还有他在第八页说清楚 没有违反到这种人人在法律下平等的原则 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我下一节的这个节目 细心回答真些,下一次可能比较闷些 因为我会将一些判决的核心部分做一些讲解给大家听 这些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的知识 但我希望大家尽量用简单方式和大家说 希望大家能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 下一次再见